台湾立法院在今年的世界人权日隔天通过临时提案 提出4000多位中国大陆良心犯名单 希望台湾政府立法救援 其中包含法轮功学员 突破人士 威权作家等 消息传回大陆民间获得回响 大陆内蒙古作家车莫表示 他身边许多朋友因言获罪 中国人权打冰点 他说台湾只要强硬坚持 中国百姓绝对支持 立法院通过救援大陆良心犯临时提案 消息持续受议论 内蒙古作家车莫和江苏维权人士顾一鸣表示 周遭许多朋友因言获罪 他们期盼台湾的人权行动 坚持而且强硬 强硬 必须强硬 我认为台湾正在推动 推动中国民主进程的发展 中国大陆地区根本就没有办法去 去维护什么叫做人权 官方媒体他在漠视人权 还在打压这个人民的言论自由 现在已经已经达到了这种这种 起点了达到了冰点 如果是要我们到大陆的居民也好 公民也好 有所行动的话 我是会义无反护去做 这样的事情要你们又多关注 又多发出声音来 希望多关注 不要让我们赶到负担 立院提案中的4033位 狱中良心犯名单 包括1800多位法轮功学员 以及屠博人士 维权人士 被关押的作家与新闻工作者 全都有名有姓 4033很少 可它代表的意义却很巨大 它给了中国人民一个向往 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大陆民众期盼言论与信仰自由 法轮功人权律师朱婉琪表示 其实这个名单本身就是打了中共一巴掌 你就是非法关押 等于国会就是承认了 你是非法关押了这些人 虽然是很简单的一句话 叫做无意义通过 其实对于我们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的人 我觉得那个就是多年以来 台湾深化民主的一个非常具体的成果 现在提案推手 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 要求将名单纳入两岸官方交涉平台 也关注接下来难民法等救援机制成立 新唐人亚特电视 曾一豪雄兵陈真 台湾综合报道